HELLO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兩天出了一款新的期待作品 A Plague Tale Innocent 瘟疫傳說無罪 這款由Asobo Studio開發 Focus Home Interactive發行 PS XBOX版定價是1590 Baha目前賣是1390 實體片目前看起來比較貴一點 Steam版本的售價是1190 還有DLC可以買 不過這個DLC只有三套 可能有蠻多人沒有興趣的衣服 我自己是沒有買 看起來只有原服裝的異色版而已 瘟疫傳說是一款動作冒險解謎的劇情遊戲 不過其實遊戲裡面的動作成分比較少 第三人稱射擊和解謎的成分還稍微多一點 主體上還算是劇情遊戲 要說帶一點步行模擬為主的遊戲 可能也不為過 故事設定在1349年的法國 黑死病和鼠疫肆虐的那個年代 女主角Amycia 每次念她的名字都有點像是Amycia 她就是一個伯爵 一個名門貴族的女兒 另外還有一個弟弟Hugo 從小就生著奇怪的病 而無法治癒 媽媽潛心研究練金術 想要為兒子改變些什麼 沒想到就遭到宗教審判的注意 從此Amycia跟Hugo 姐弟兩個就開始浪跡天涯 故事的主體圍繞著弟弟的怪病 鼠疫和宗教審判 我個人認為這篇沒有帶出太重的宗教意味 也不會有政治鬥爭或是過多當時的社會問題 他就是比較偏向是拿當時的時代故事背景 來說一段屬於自己編寫的傳說故事 所以如果害怕會因為少了對時代的了解 然後遊戲中就少了什麼韻味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可能會 可是我自己也不太了解那個時代 玩起來我還是覺得蠻有趣的 介紹遊戲之前先提一個比較特別的 他的音樂是由作曲家Olivia Delivier製作 曾經為刺客教條黑旗 悟督吸血鬼配樂 在實況的時候我就有特別提到 這音樂的風格跟悟督吸血鬼非常類似 結果後來翻資料一查 還真的是同一個作曲家 整個音樂和遊戲風格情境搭配得非常好 在營造氛圍的效果功不可沒 會蠻建議使用耳機來進行遊戲 不過遊戲聲音的方向性我覺得做得不夠好 一開始聽到蒼蠅蚊蟲飛行的時候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後來發現在對話的時候 常常遠近分不清楚 前後左右的聲音聽起來也不是很明顯 音效的使用也沒有特別出色 但是也不到雷就是了 比起其他動作冒險遊戲來說 瘟疫傳說有各項都想沾一點的感覺 畢竟這種類型的遊戲 應該也是Asobo Studio的第一支作品 可能也在找自己的方向或混搭的可能性 動作成分有一點 射擊要素也有 這麼誇張的鼠疫和黑死病 也有帶來末日的感覺 所以收集物資的要素也沒有少 同時也有一些花槽紀念品式的收集 帶有濃厚的潛行要素 步行模擬和輕解謎的遊戲方式 雖然沒有角色自身的天賦 但是也有製作強化 也算是有角色成長的系統 只是變成點天賦要耗材而已 如果你只是專門想要玩某一種的遊戲內容 那這款遊戲在遊戲性上 你可能會有點失落 我會建議啊 還是抱著看故事的心態來玩這款會比較好 在瘟疫傳說中 老鼠會怕光 絕大部分的解謎戰鬥都會圍繞著火光老鼠來進行 你會有一個環形單可以選擇要使用的道具 你可以用熄滅技投擲敵人的火把 讓他們本來處於一個安全的位置 變成會被老鼠攻擊 順勢還清出一條路讓你通過鼠群 你也可以利用點火器來點燃火堆逼退老鼠 如果碰到有帶頭盔的敵人 也可以先用龍石劑逼敵人丟掉頭盔 再利用一般的石頭來解決 雖然環形單有九種不同的道具可以使用 但是完全是不一樣的用途 跟一般槍戰類型的遊戲不一樣 你的道具差異並不是只有攻速比較快 傷害比較高 或是有擴散傷害效果這種差異 而是效用側頭側尾不一樣的作用方式 而且你還可以選擇用投資所投出 或是直接投出 這個部分是遊戲中的一個亮點 儘管每種玩法都只有帶一點點 但是融合的還蠻巧妙 在每一場交戰中你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題方式 雖然戰鬥撐不上爽快 但是在解題的時候玩起來是好玩的 不過戰鬥有沒有缺點呢? 缺點還是有的 有些道具的材料實在太貴了 前面有提到有收集要素 遊戲有一些強化系統 例如你強化了口袋就可以帶更多的素材 強化了腰包你的投資所就可以更快的集氣 甚至還可以一口氣發射兩個彈藥 這些強化會用到的素材跟你製作彈藥是一樣的 而地圖的素材並不是讓你刷的 是隨著故事的進行 你在地圖上仔細探索之後取得 因為不是開放世界也不是開放式地圖 所以你沒有辦法取得無限量的素材 素材算是夠用 但是絕對是沒有辦法揮霍 甚至還有材料的攜帶上限數量 簡單講這些材料不但有限量 而且初中期不太容易取得 初中期想要升級還一定要有工作台 而剛剛說這不是開放世界 而是劇情冒險遊戲 也就是如果你材料夠了 也不一定會有工作台可以給你升級 要看劇情的路上你會不會碰到 所以很自然的會想要 盡量節省材料來進行遊戲 玩起來的自由度很容易就會被自己限制住 例如遊戲裡面有個強力的道具叫做藥光劑 可以一瞬間創造出強大的光源 同時消滅該區域的老鼠 如果你被老鼠殘上 可以直接用藥光劑自救 但是它需要三個硫磺 四個消石、四個酒精和一張獸皮 一般其他的彈藥都是兩個素材加上一塊石頭 例如說一個酒精配一個硫磺 加一個石頭就可以做出點火器 一個原血配一個消石和一個塊石頭 就可以做出熄滅劑 藥光劑很顯然需要好幾倍的材料 同時還會用到非常珍貴的獸皮材料 而遊戲因為檢查點通常都很近 所以如果不小心被老鼠殘上了 你會乾脆選擇自殺 而不是使用藥光劑來自救 這樣的選擇就少了 除非有一些特殊要拿寶 收集道具的場景會需要用到 例如這條路不是必經之路 但是為了要拿寶 或是為了收集藥素 你一定要通過 不然你不會選擇藥光劑 另外還有一種東西叫迷藥 也是個很強力的道具 當你被人類攻擊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自救 類似藥光劑的概念 只是名字不同 同時如果你想要潛行暗殺 也是走到人家背後使用 就是你想要暗殺 你要消耗你的物資才能辦到 可是迷藥需要3個硫磺 4個消石 4個酒精和1張布 這個概念和藥光劑類似 只是換了一下材料組合 同樣布料在這個遊戲中 也是相當珍貴的升級資源 這個比較能夠表達我想要講的 你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解決眼前的困境 但是你很難去選擇用迷藥來暗殺 因為實在太貴了 要知道初期材料各項最多12份 就是每一種可以拿12份 多的拿不起來 2級的時候可以升級到16份 最後22份 看到這個比例就知道 其實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當你可以用石頭擊殺 又用陶罐引走 用熄滅劑滅光啊 引老鼠的時候 你就不會選擇去用迷藥來暗殺 你可以把它視作為 遊戲不鼓勵你這樣做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 拿掉你的一種選擇 因為如果要做到暗殺這件事情 其實它可以設計成用石頭 從後面敲人 這樣就只會消耗一塊石頭 而不是大量資源 可是他們沒有讓我們這樣做 可能有他們的原因 當然現階段 你也可以用頭石鎖 來做到這件事情 只是頭石鎖在轉的時候 會發出噪音 而且有戴頭盔的人 一定要經過卸甲的過程 所以雖然是潛行 佔大部分的遊戲內容 不過暗殺並不算是選項之一 我自己從頭到尾 只有用過一次迷藥暗殺 而那一次是劇情要求 一定要這樣做 我才會這樣子用 遊戲的畫面 我自己看是覺得非常的好 算是瘟疫傳說裡面表現最優異的一個部分 不論是遊戲性 故事性 音效 各個部分都比不上畫面表現 尤其是 Amystia和他媽媽兩個的建模 實在很美 美麗中帶點可愛 溫柔中帶點剛毅 立體五官小巧的臉龐 玲瓏有致的身材 無論遊戲裡面有多少缺點 都被這個建模給遮瑕了 甚至連優點都比不上Amystia的光芒 除了角色的建模以外 地圖的邏輯設計先不講 有些地方會覺得怪怪的 但是那晚點在聊 地圖的模組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不論是高雄的城堡 遍布屍體的戰場 因為黑石病而咬無人煙的城鎮 細緻的建模風景 讓你更容易融入這個世界 配上Oliver的BGM配樂 整體氛圍營造得很成功 整個遊戲的一花一木都值得品味 不過他們有權力在做這一塊 感覺也很合理 像是消失的Ethan Cut Eddie Finch的《回憶豪宅》這類遊戲 只要跟步行模擬有關的遊戲 畫面和氛圍都是做得非常好 這一款雖然說不太算是步行模擬 可是要在偏慢節奏中把人留住 氛圍就顯得特別重要 要說缺點的話也不是沒有 只是都不夠大 零零碎碎的小缺點我覺得不算少 除了前面提到的道具使用受限以外 劇情上可以吐槽的槽點會有一些 一些角色互動上的邏輯和想法很奇妙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對13世紀的人 或是有那樣遭遇的人感同身受 可是有些邏輯和劇情會感覺有點突兀 甚至到荒謬 不過因為Amycia很正所以其實也還好 敵人的AI和眼睛都不太好 戴著頭盔視野被遮蔽就算了 就算沒有戴頭盔的也一樣眼瞎 這很可能因為遊戲要設定的難度本來就比較低 再加上Amycia真的很正 所以也就作罷 只是有時候可能兩個衛兵站在一起 原本兩個人在站崗還在聊天 突然其中一個人被你弄死了 另外一個人就理所當然的會起來搜尋 可是真的查了沒有幾秒就放棄了 雖然說搜尋太久會妨礙遊戲的進行 其他遊戲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瘟疫傳說裡面感受會特別的強烈 另外對於物件的互動 人物的互動觸發做得不好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細節沒有處理 導致遊戲當機 例如有一次我請女賊開鎖 可是因為我擋住了女賊開鎖的位置 導致女賊的人物無法站到門前開鎖 當我把位置讓出來的時候 因為判定女賊已經定位了 所以她也不會再次移動把位置補正 而且因為已經定位了 我也無法再一次指定她開鎖 劇情就卡在那邊 只能重開 那類似觸發的BUG不算少 只是並不是每一次都會導致卡流程 不過再強調一次 這些缺點只會導致小小的扣分 其實不構成你喜歡或是討厭這款遊戲的因素 他們就是一些小小的缺憾而已 接下來來聊一下解謎的設計 猜想應該是被設定成大家都能夠順利過關享受劇情 也是一款以劇情為主的遊戲 不論是戰鬥、潛行都設計得比較簡單 甚至這款遊戲還沒有不用輔助瞄準的選項 你只能選擇輔助瞄準的程度是標準還是低 可想而知解謎的部分也難不到哪裡去 絕大部分的謎題只需要想個幾秒鐘 或是測試個一兩分鐘就可以解決掉 大多都是稍微觀察就可以知道解法 在遊戲初期你會覺得很無聊 全部的謎題都一樣 那是因為初期你能用的道具很少 瘟疫傳說也不想去讓你搬東西 搞什麼很深的邏輯 你也不用去搬開關或是躲陷阱 所有的謎題幾乎都是圍繞在老鼠和光上面 你要怎麼利用路徑上的火盆、燈罩 或是拿著火把渡過某些路徑這樣 在中後期因為你可以用的道具變多了 他們在謎題上的設計也有比較多的畫樣可以玩 我相信他們是可以做得更深一點 只是他們不願意這樣做 遊戲裡面最深的一塊是城裡移動火盆那一段 會用到一些邏輯和順序的推理 可是其實也就真的滿淺的就是 整體來說瘟疫傳說的表現比想像中的好很多 細緻的角色和地圖建模 加上優秀的氛圍、曾經式的音樂和畫面表現 儘管在遊戲中不免有一些缺點 不論是劇情、遊戲設計、謎題、觸發都是 劇情的步調是有掌握住 倒是說故事的手法還可以再加強 但是1200塊不到的中價位戰術 讓你可以包容它的一些缺點 不過也可能是因為遊戲長度本身不算長 因為謎題和戰鬥都比較簡單 不太有卡關的問題 整段劇情看完差不多10到12個小時左右 要賣1700到1800可能也有點勉強 這一片的VOD我會上傳到副頻道 那好久沒有更新副頻道啦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好啦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這一片 不論是影片還是遊戲 有什麼想法的話歡迎你留言 幫我訂閱一下順便開個小鈴鐺 粉絲團在下面資訊欄中有連結 幫我點個讚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